告訴人只能抬農 不能農業不倫 為什麼要受理 連夜找人做筆錄等等 然後 他不是江洋大盜喔 你們為什麼那麼認真辦耶 因為這是重擔民生議題 所以說有急迫的要做一個 釐清案情 陳建仁的是有誤重答 而謝信王友說你們派警察去 有沒有符合比例原則 一說幫我們講一下 今天來這邊主要是 要跟對黨人溝透是嗎 我覺得中正二分局 警察不能當政治打手 今天這個違罪 不管真的假的 你不是抓江洋大盜耶 今天你有看過這種社違法 跟妨礙這個名譽 這樣的告訴 而且有這樣子 半夜10點11點去暗門 你找人嗎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今天他在這個蛋 是跟台農買的 台農告就算了 其實台農告也不能這樣 就是這樣 有這麼嚴重嗎 又不是抓槍擊要犯 何況 他受到農業部去告 分局受到農業部的委託 他沒有講農業部耶 他講台農耶 你為什麼可以受理 這第一個 第二個 這樣的違罪 什麼時候會警察去找人 應該是寄信給他 這個司法警察寄給他 然後就來說明啊對不對 如果台農委託的話 過下禮拜啊 或是過幾天 你來說明我沒有話說 為這個事 治安不好好整頓 不去抓槍擊要犯家陽大盜 這樣子對付一個網友小市民 而且受到農業部的委託 農業部不是警政署耶 今天是台北地檢署的檢察官 要你這樣做你都不可以做耶 因為這語法不合嘛 法條不合嘛 我覺得今天 而且你獻蔣萬於不義耶 蔣萬一年編列 我們通過110億的警察的薪水 我們8000位警察 我們是發薪水的單位 你的投給是蔣萬耶 不是農業部耶 不是陳吉仲耶 我覺得你不可以當政治打手 是不是警總又復辟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替這個網友討公道 也要替蔣萬討公道 那也要遵從這種司法的正義跟程序 程序正義是很重要的耶 我們要請副理長說明一下 我請教一下 以前有沒有這種例 你們受到農業部的委託嗎 那個網友那個就是八七蛋 三個顏色那個 那為什麼告訴人只能台農 不能農業部 你為什麼要受理 我先請教 一般民眾來警察機關 那警察機關都會依規定 依規定來受理 不管是什麼案件 或者是什麼對象 那警察是國家的警察 那民眾 任何民眾來警察機關 受理報案 那我們都會依規定來受理 然後進行調查 農業部就算他不適格 因為我認為只有台農可以告 因為他講的是台農 然後什麼罪名啊 他想告什麼 他告刑法的妨礙名譽罪 那你們中正二分局或台北市的各個警察 連夜找人做筆錄啊等等 然後甚至夜間偵訊 然後是違罪社會法或妨礙名譽 告訴人不對 這種違罪你們會這麼積極辦案嗎 他不是江洋大道喔 你為什麼那麼認真辦耶 利用這個機會跟社會大眾做一個說明 那因為我們警察機關是考慮到這個 雞蛋的這個議題喔 在這一陣子喔 國內的這個輿論界吵得沸沸揚揚的 也影響到這個民眾喔 食品的這個安全性 所以說我們在二十七號下午啊 受理這個農業部的報案之後喔 讓我們組成這個中案小組 對 有查到我們這個PO文的這個謝信民眾 嗯 那其實我們當天晚上是拿通知書 到謝信民眾的住宅的大樓 那給這個保全人員 那經過保全人員跟謝信民眾聯繫 說明了警方的來意 那這個我謝信民眾都下到這個大廳 那交付通知書 其實我們是請他在十月四號 才到警察機關來做一個說明 並沒有要求當下即刻就製作筆錄 那因為謝信民眾他聲稱因為工作的關係 那他住這個新莊 那要往返新北跟台北 這個比較不方便 所以說他就主動要求我們的偵辦人員說 欸是不是可以就近在這個附近的警察機關 在做製作筆錄 以檢去他的舟車勞頓 那這個事實的懷疑真相是這樣的 跟這個各位說 那以後這個十四個分局包含中正二分局 台北市的警察辦案只要有人不管什麼單位告 只要是很小的罪叫色違法或妨礙名譽 而且告訴人也是不是當事人談論 還是第三者 你們都會派警察去找人嗎 以後會不會照這個例子去辦 我可以這樣要求嗎 我們會視個案的狀況來做這個調查的一個作為 那當然所有的一切偵查作為 我們都會依照刑事訴訟法 跟我們警察的這個標準作業規定 來做一個調查 刑事訴訟法會不會因為告了單位 叫中央單位叫農業部而改變 當然不會 這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不因你是提告被害人或是這個行為人 涉嫌人或是行為人而所不一樣 法律之前我想是人人平等 所以跟你做報告一下 所以我請教農業部跟普通人一不一樣 那是不是所有的案件叫妨礙名譽 你們都會派警察去找人 會嗎 你們以後會這樣成嗎 妨礙名譽 因為這個有提告單位提告人 那我們就會送達這個通知書 請他到案來做一個說明 那當然剛剛跟譯作還有跟各位報告 就是因為這是中央民生議題 所以說有急迫的要做一個釐清案情 所以說我們才會親自送達通知書 那我們送達通知書呢 其實也是請這個行為人在10月4號來報道 那其實我們在整個過程當中 都沒有稱這個謝信民眾是涉嫌人或嫌疑人 我再請教這個主題是叫做中央續產的林聰賢之前 叫農業部長陳吉仲 而在立法院格魁也道歉了 陳建仁也道歉了 那你們會不會傳陳建仁 我們 我比照謝信網友跟陳建仁我們公平比較 昨天我們台北市議員江淑慧 游淑慧 抱歉 游淑慧 還有羅志強 他們兩位有到我們分局來做一個提告 那昨天我們將這個通知書 以郵務送達 昨天已經送出去了 因為昨天已經是下班又連假 所以陳建仁的是游誤送達 而謝信網友是你們派警察去 而且晚上11點 為什麼有這個差距 因為陳建仁官很大 然後謝信的網友無依無靠是個小市民 那有沒有符合比例原則 就中央二分局的送達 一個是游誤 一個是本人 這不一樣 因為這個送達的方式 有這個輕送還有游誤送達 我想這送達的方式都是符合 這個刑事訴訟法的一個程序 那昨天這個兩位議員所提告的對象 是機關代表 那也是很確認的這個身份 所以說我們還是以 在刑事訴訟法的這個條件之下 來採行有誤送達 我先提醒喔 你們領的薪水是蔣萬安付的 我們監督110億8千位警察 你的老闆是蔣萬安喔 市長喔 監督你的是台北市議員喔 用比例原則不要給老百姓覺得說 你對於陳建仁很寬 對於謝信網友很苛刻 然後大家覺得說迅速這麼快 而且農業部不是不該告 也不是你的上級單位 你上級單位叫警政署 甚至是檢察官指揮位 我也認了啦 重點是就是符合比例原則 大家覺得警總復聘你知道 這樣老百姓會怕小提大做 然後是不是你們 你們到底聽講彎的 還是聽農業部的 還是聽中央的 這個一定要釐清 我們會在總質詢的時候 這一次的質詢或警政局 我們再來救救 我們把這事情把它釐清 把它釐清 到底你的老闆是誰 你的老闆是誰 台北市警察局長老闆是誰 是蔣萬還是警政署還是農業部 這個是不管是憲政問題 中央地方的分權 你們都要講清楚啊 這個事啊 一桌報告 我們警察一定是 依法行政行政中立 是為國家工作的一個公務人員 並不為任何個人或政黨來執法 再利用這個機會作為說明 謝謝一桌 你們要問分警長 要問嗎 想問一下就是說 現在這個犯案已經到哪 這個整個案件 我們昨天已經報請台北地方檢察署 來做偵辦 那現在我們警察 就是配合地檢署來做後續的一個偵查作為 你送了 你送了是不是 昨天已經含送 含送 我跟你講那個 網友他昨天買的時候他怎麼說的 他有說那個他是假消息嗎 還是他是自己拍照 他怎麼說的 在昨天的記者會我有說明 這個 這個網 臉書上面相片是他所PO的 那雞蛋也是他買的 那至於相片上面那個黑綠色的蛋 那到底是他買的蛋 還是另有來源 這個我們還要做一個調查 這個還在調查當中 這個我們要用事實來做一個澄清 那個調查結果什麼時候會出 這個要看偵辦的一個進度 跟我們配合地檢署來做一個偵辦 太陽星全校客費有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費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費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費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費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